在14号的索契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比赛结束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名将李妮娜的失误是恶叹惋惜 两名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只获得亚军和第四名 来看一下星岛记者邱佳琪的报道 白俄罗斯选手以98.01分夺冠 中国选手徐梦桃着地时失误以83.5分屈居亚军 继军是澳洲选手 而在上两届冬奥会同一项目都取得银牌的李妮娜 在决赛表现严重失误 只得到46.02分排名第四 最终仍未能实现冬奥金牌梦 同天比赛的花式溜冰比赛中 年仅19岁的新秀 日本花式滑冰天才雨生结弦 在索契冬运改写历史 成为史上第一位分数破百的选手 至于索契冬季奥运会奖牌榜的最新走势 依然是由德国领先 获七斤两银一铜的成绩 瑞士排在第二 得到五斤一银一铜 排在第三的是加拿大 而美国就多增一面银牌 以四斤三银六铜与挪威并列第四 中国暂时在冬奥会的总奖牌数目是两斤两银 共四面奖牌排在第九 星岛记者邱佳琪报道